消失 这所大学的教室中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男孩拿起饼干棒放入嘴中 随后享受的咀嚼起来 但稍加观察就会发现 饼干来到嘴边 随后似乎受到了某种强大的引力 晃动两下后瞬间消失在了画面中 漫威中有万磁王 或许这是一位万磁王 专门吸收碳水化合物 这是一名坐拥百万粉丝的墨西哥网红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状 在某天上传的一段视频中 我们得以窥见网红的烦恼 网红正对着镜头汇报日常 可此时一只细嫩的小手 叫人搭上了他的肩膀 网红之身一人并没有同行者 那这样看来 小手的持有者 恐怕只会是某个灵体状态的 狂热女粉丝了 黑手 注意看 这是一只珍贵的野生黑手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手是一种夜行动物 最喜欢栖息在人类阴暗的床底 成年的黑手指尖往往生长着较长的指甲 显然我们所观察到的属于一只幼年体 快看 黑手慢慢地爬上了人类的床头 它显然是错把这只成年人类误认成了自己的妈妈 黑手在人类的身上赖回捶弄 最终跳跃到了另一只雌性人类的腿上 它似乎是正在努力想要回到妈妈的育儿袋 殊不知地点却是完全错误的 此时人类终于从云里雾里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齐身查看 吓跑了幼年的黑手 华尹 华尹 好, amigos, ahorita que estaba grabando un video allá atrás se hace una ilusión óptica, no sé, con la bata o las toallas no sé si se puede hacer zoom ay, se quita el filtro, pero en fin ahí está mi ojo, ay no puedo, no puedo ven ahí ven ahí ven ese es mi pelo pero parece, no sé si sea la bata, algún suéter, algo que esté haciendo ahí es para haber corrido de miedo, pero ahí tengo colgadas una bata de baño, unas dos toallas ok, ese es mi ojo qué miedo 最近,王姨总觉得眼睛不太舒服 经常看到奇怪的幻想 这天,她将浴巾挂在走廊 绕了一圈回来 怎么看都觉得远处有人在盯着自己 如果她指认的是家里的冰箱 我或许会认为那是海尔兄弟 根据她的情况,我咨询了我的医生朋友 她说,这是青光眼的早期症状 长足 目前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只达到了5% 而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 剩下的95%正在逐步的上岸探索人类 网友深夜失眠来到了窗外看风景 结果就拍下了这个怪家伙 为什么开刀说的 小光眼的跌模 但是对我看得到 是什么故事 都是你 Georgia的 我们下来了 儿子做的 就是这种怪気 这看起来 像是一只巨大的章鱼 通过处须在大楼外部缓缓移动 评论区不少网友笃定 这是Slanderman的真身 我建议那几位网友 可以和王蚁一起去查查清光演了 Slanderman十分具有绅士风度 绝不会光着屁股 半夜在楼宇间乱荒 这可真是有损形象 小伙与暧昧对象来到了森林优惠 准备拿下他的初吻 可节目还没开始 女友就撅起了嘴巴 显然打动他的不是什么甜言蜜语 而是某些惊世骇俗的家伙 他看到了什么 作为龙珠的粉丝 面对这一幕我也将嘴巴伤到了最大 高兴得饭都多吃了几碗 绿色的皮肤 尖尖的耳朵 虽然勾搂着身躯 但还是能看出这是比克大魔王之子 二代比克 真不知道拍视频的小伙 还愣在原地干什么 想不到魔王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家 然后我站在这边 欢迎收看演员的诞生 今天的内容是选手小美带来的无实物隐身灵体题材表演 虽然剧本和台词都很俗套 但是结尾处的颤音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选手的用心 我们来看下一条 常见的误区 许多新人演员喜欢用重复的台词增加剧情的真实度 殊不知往往过度的重复反而会减少代入感 不过尽管如此 小美在情绪上的表达依然稳定发挥 或许是出于经费上的不足 第三段视频中小美才终于更换了拍摄地点 不得不说 相比前两部分 这一段能看出选手确实用心了 首先在台词上小美进行了改良 从Oh my God改为Oh my shit 也许本意是提升市景气息 但这样的词汇无疑是缩小了影片的受众群体 将全年龄段的影片变成了限制级 虽然艺术是雅俗共赏的 但这些细节在这个舞台上不应该被忽略 最后的片段中小美将老公叫来与自己演对手戏 很遗憾这是失败的 像这样的双人对手戏往往需要强劲的台词功底 而这些技巧是小美所不具备的 小美的优点在于其扬长的颤音以及爆发性的情感表达 希望小美扬长臂端再接再厉带来更好的作品 钢琴曲 小伙正端坐在钢琴前弹奏悲伤的小曲儿 这是他通往伟大艺术家的必经之路 不幸的是大叶未成他便险些中道崩促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 小伙优独播剧场 小伙优独播剧场 回头才发现门口空无一物 出门查看 没想到这又是一招调虎离山 始作俑者此时已经潜入了房内 小伙迟迟未绝 闲运的是神秘的黑影也没有伤害他 或许是艺术家的惺惺相惜吧 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张 拍摄于黄石国家公园的照片 粗略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这本来就是想展示自己的家庭周末 结果眼睛的网友就发现 照片的重点可并非什么无聊的公园 将图片放大后能看到 汽车后窗的玻璃上存在着可怖的面孔 那是一张颜色酷似老北京豆汁的脸 这似乎来自于一个营养不良的灵体 也有人说这来自于视觉误差 不管怎么样 这张照片都给我们提了个醒 是人是鬼都要注意饮食 营养俱衡 态度 面对灵异时 漠然是一种很好的态度 小孩姐正高高兴兴的站在走廊更衣 此时暖气上的纸杯给她开了个玩笑 明明平稳放置着 却不知因为什么自行掉落地面 小孩姐有点起疑 最终当做无事发生赶快离开 果然恐怖片死得早的都是好奇心重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段视频中 物体的凭空移动应该更可能和自然因素有关 苍溺的女孩 夫妻的争吵 午夜床上的辗转反侧 这一切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寂寞午夜 黑发美少女来到了你的床前 你会怎么做 阿珍和阿强是一对夫妇 讨厌橡胶制品的他们 年纪轻轻就升了四个瓦 这天的监控录下了一段离奇经历 阿强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闻到了初恋的体香 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再次涌上心头 在睡梦中迷糊糊地闻 脑子还没醒 身子就大力地挣扎起来 挣扎的不是阿强自己 而是那个被困在阿强体内的曾经的少年 大娃率先发现了一样 所谓卧榻之处岂容他人的汗睡 看到阿爸发骚 大娃叫醒阿珍 火速出击 本以为又是一场龙争虎斗 谁知这家伙伸手矫健 早就隐藏了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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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赶赶忙出击 好在亡羊补牢为时不安 成功亲手挽救了这场婚姻 跳舞 如果你也热爱舞蹈 那你真应该向这位好好学习 莉莉是一名舞蹈演员 最近巴黎歌剧院的重大演出在即 可她还是没有练好动作 躺在床上的她焦虑难以入眠 于是偷偷将卧室灯改成了舞台灯光 每天在丈夫睡着时练舞 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 向舞蹈家致敬 从小家长就告诉我们 不要从胯下看人 视频中的小伙胆大包天 深夜在医院从当下向后看 结果一双白嫩的小腿出现在了视线中 原来不允许胯下看人 是为了避免早恋 喜欢麻辣女教师的朋友 可以深夜去学校里试试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 00后接舞练习生 她正在展示她最拿手的连跳 强健的腿部肌肉 也许跳舞只是她的谎言 吸引富婆才是她的真正目的 探险 博主来到一处偏僻的豪宅 据说这里曾经居住着无师 建筑中时不时的出现一些 意义不明的涂鸦和奇怪的响声 继续深入 终于博主发现了实质性的灵异画面 阿尔 الله القوي وأنتم الضعفاء 阿部 محمد 阿部 محمد 阿部 محمد حسبنا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حسبنا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وكفى 阿部 محمد 在上楼梯之前 博主就声称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 果然踏上楼梯一动便开始发生 盆栽突然自己倒下 是某种小动物吗 博主祈祷过后走近 却什么都没发现 博主祈祷